去英国居住的中国香港男人竟然是这么不想待在香港 从这句话中可以发现这个男人到底多幼稚 三个月前夫妻俩还住在香港时 男人问男人对英国有什么向往 他回答说可以住一个大到从两边起床的房子里 这个男人叫老周 他的妻子小飞很早之前就想移民英国了 尽管老周自己并不回英文 写申请什么的都让小飞弄 两个人去移民公司咨询了解的情况 但人吃惊的是 第一他们没有任何亲戚在香港 第二是他们也从未去过英国 对这个国家一点也不了解 竟然就全凭着网上的宣传和自己的想象 而对这个国家有如此高的期望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英国搞的所谓的BNO前证 让他们觉得去英国很容易被接受 咨询公司老板告诉编导 他认为这两口子有一半的几率会回来 老周在香港是一名公交司机 今年40岁 每月收入大概2万港币 收入高的时候可以有3万 妻子小飞31岁 是一名教师月收入4万港币 按理说两口子收入加起来 接近7万块 在香港压力也并不算太大 但两人就是想要移民英国 有好几个原因让他们非常想要去英国 第一是因为女儿的成绩不好 很多科目都不及格 送去英国那种快乐教育的地方 他认为就能改变孩子的现状 但他没想过女儿连英语都不太会 重新学习一个语言后 怎么可能会比得上别人呢 第二是因为丈夫老周 是一名公交司机 他们觉得在香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社会身份很低微 而在其他国家身份就好很多 第三是香港的工作压力太大 二儿子两岁了都还不会说话 他们觉得在英国工作轻松 肯定能有时间陪孩子 二人是在一次单车骑行活动中认识的 老周回忆起二人的认识经过时 小飞表现的不仅不幸福 甚至还有点尴尬 老周问他除了长相外 还喜欢自己什么 小飞的回答简直太刺激 编导问起他们的收入如何 小飞直接说4万 而老周表示 他们加起来大概能用7万港币 那马上就被妻子反驳了 你什么时候赚过3万了 虽然这个老周是个死要面子的幼稚男 那么家人朋友又是怎么看待两口子要移民英国的事情呢 小飞的妈妈担心他过去找不到工作 他却觉得再差也可以去中餐馆工作 妈妈无奈的表示 但你在这里可是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 老周的朋友们也告诉他 虽然英国的水管工手路不错 但是欧美的工会其实华人 还有个老哥也说 自己在丑国待了5年 但他一定不会移民 他不会劝老周别去 但是他自己一定不会去 因为这次的疫情就显示出了问题 欧美有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全家人最后聚餐吃了顿 然后派了张全家福 第二天一家人收拾好一切后 踏上了旅程 梦想移民英国的香港两口子 坐了好长时间的航班后 终于到达了英国 因为丈夫的英文极差 所以所有的联络工作都是小飞在做 就连推行李车 竟然也是小飞一个人默默的在后面推着 这个高小飞一个头的丈夫 简直就是个废物 几个小时的等待过后 一家人终于坐上出租车 对他说不要让孩子去那里 小飞完全不知道 移民官是为了他们好 放弃中国这么高智的教育 竟然会想要英国的快乐教育 有点良知的人都会生气 小飞还觉得能通过要感谢神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 一家人终于到达了之前订的房间 他们的所在地并不是伦敦 而是一个边缘小镇克鲁 一家人首先去超市购买了食物 等回家时傻眼了 全家人竟然都不会做饭 无知的老周竟打算把一盒面包都放进微波炉里 老周在这里说出了那句 他要在这里当乞丐的名言 这里给了小镇的俯瞰全景 我只能说他们相往了天堂 在我看来真是有点荒凉 接下来夫妻俩准备租房子了 小飞预约了很长时间 才找到了一个房源 结果老周一来就直接否掉了 那些房子太小地板不平 他们只好又去中介那边自寻 但得到的消息都是悲观的 这里的房子租得很快 已经完全没有空房了 他们只能给个600磅的报价 让房东来挑选他们 出门后老周又提出多去看看 小飞让他自己去咨询事 明明啥都不做又不愿工作 却表现了自己有很多钱一样 老周觉得没辫子就到了一边 然后跟编导抱怨道 这里的房子太小了 都不知道在哪里吃饭 大哥你在香港住的很大吗 那小飞这边再次后悔嫁给他 因为他总是不能面对现实 接下来三周过去了 两口子还是没有收到签证 正式工作 虽然也是一直没有找到 老周甚至给麦当劳递了申请 结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老周现在做的是外卖工作 因为不会英文 让他的工作难度非常之大 一天下来赚了52英镑 他初步估计自己一周 大概能赚300磅 一个月下来1200磅 英镑大概是乘以7 也就是8000多块钱 比起他在香港时的工资 差了差不多三倍 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英国生活 可是到现在他还很幼稚 每次买电视之类的电器 都想买名牌 他说这里的货车司机工资高 等拿到呼应驾照后再赚回来 而小飞就理智一些了 他觉得丈夫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 再这样消费下去 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破产 最后就会变成 可以回香港 会用完整的钱 一家中国香港人移民到英国 已经几个月了 今天终于到了大女儿去读书的日子 一天下来小姑娘觉得很好 问起有没有留作业 她说就周五有作业 这个孩子都喜欢快乐教育 但真正有用的 永远是严格的教育 老周还是买了台贵的电视 结果因为有问题 他一直在咨询 但因为他英里极差 打了好几次电话 都被人给挂断了 老周连英语都不会 却想在英国居住 但就连一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 最讽刺的是 之前在香港 可是教师的小飞 现在却在流水线上当着工人 一家人在英国 已经花费了近五万英镑 找到这份工作 都让他有了些底气 小飞联系到了当地的一家 专门从事招聘工作的企业 然后在小飞的助退下 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意在帮助那些在英国生活 却不怎么会英语的香港人 不用猜 这帮人里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 是当初闹事的二缺们 他们的英语能力皆差 基本都要小飞帮忙翻译 接着是第四个月 小飞一家的收入依旧堪忧 不过他找到了一份招聘工作 他是极少数漂泊出来的香港人中 能找到办公室工作的人 小飞还分享说 好多以前在香港是硕士 是牙医的人 甚至还有前议员 现在去跑了英国 做起了流水线的工人 每天打包饼干 我只能说真是自找的 最愚蠢的是 小飞竟习惯了不戴口罩 他接待两个香港人时 说只有新来的才会戴口罩 真是被英国的反制行为影响了 还不自知 由于小飞的工作能力挺好 他终于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为了庆祝 晚上他带着家人 去到了一家餐厅里消费 小飞能拿到正式合同的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最近来的港人太多了 等准几个月 他就签了100个 第二天 他们又去看了房子 因为小飞要去上班 只能由老周谈价 在英国四个多月的老周 依旧无法用英语和当地人沟通 是编导 帮他通过英语协商的 回家的路上 大人员说 在班上有男生跟他求婚 男生说 以后结婚的话 回香港 这句话竟然把老周给弄生气了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 我们好朋友一来的英国 看看老周依旧无法面对现实 明明混得那么差 却不许女儿有任何想回去的想法 此时 老周已经在英国四个多月了 他依旧没有收到签证 所以他没办法去学货事驾照 接着英国的移民办 打来了电话 说他们因为申请了LOTR签证 所以BNO签证被取消掉了 现在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他们想继续申请BNO的签证 就要再拿签出来 还要继续在英国生活满半年 可是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丈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有小飞一人的收入难以为继 他说了他们家的财务困难 人家只回复说 你只能自己解决 老周觉得自己成了头类 他感觉和小飞的婚姻 维持不了多久了 可能六年内就会离婚 小飞则回答 五年内编导问二人 十年后还会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 小飞表示这很复杂 那之前信心满满的老周 却一句话也不敢再多说了 这就是所谓的求人得人吧 以上就是纪录片 单行性的全部内容 这部纪录片所讲述的香港人 正是一部分香港人的思维 他们追求极致的利己主义 很轻易的相信了英国人编造谎言 真的认为英国就是人间天堂 自己都不会几句英语 却幼稚的认为 英国能给他们最高质量的生活 他们国人都有一堆流浪汉 自己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 怎么可能给你们这些外人提供好的工作 还好他们没来大陆工作 不然肯定又是整天怨声载道 觉得国外是天堂